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狗家的送行者一样 小狗的遗体美美完整地放入火化场 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憨憨的表情 无辜的眼神 还有超级爱撒娇 她就是新北市保护动物协会的黄金猎犬美金 原本也遭人弃养被收留在公有的收容中心 面临起满安乐死 在鬼门关前 协会的理事长阿美姐 把她带回家 带回协会 因为个性稳定 不仅是协会的公关 还是心灵辅导师 就是因为这么可爱 大家抢着要领养 美金有了新主人 阿美姐还曾经像嫁女儿一样 把狗狗送走前亲闻美金要她乖乖听话 美金妈妈心情不好 她就是想办法让我逗我开心 比如跟我的 她我最喜欢的一个动作就是 她的鼻子来碰我的鼻子 哪里会知道这个月美金在美容院洗澡时 意外猝死 所以疼爱她的人好难过 无法接受 尤其阿美姐因为对她来说 美金就像是她的宝贝女儿一样 最后一程还要风风光光的 就像人往生一样 一提要美容 师傅念经超度火化 最后入塔 花费五千到四万不等 费用并不便宜 但是越来越多人 从就像家人一样那么轻 感谢他们一生的陪伴 生命 我 inviting你 我的颜ольно 我 我't ge好 我做了 快点 我记得 现在你是谁 把它毋肤 缓人 我 要 不 今天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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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